今天早上吃个榴莲面包 刚刚在冰箱里翻出来的好像是我妈妈买的 里面是有点像冰淇淋的感觉 还有我的减肥肾气 每次减肥都喝它 超薄 而且几乎没有卡路里 一罐才40来卡 我近期的决定就是在下一份工作开始之前再减个5斤 毕竟在自己也胖了2-3斤 目标就是这样 可以说是全网做的最丑的生鸡蛋饭了 我现在没有什么日式酱油了 就放一个这个寿洗锅的日式调味汁吧 这个蛋黄也滑走了 黄龙也滑走了 我这个蛋黄好像确实是蛮Q的 没事的 不好吃了我就把它做成蛋炒饭 没事的 超级超级的腻 我就放了一小块黄油 其实不多 生黄油的味道 加上这个鸡蛋也很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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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其他的味道了 就是很腻 天哪 走吧 我们去炒个饭 天哪 啊 对了 我刚刚还收到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博主店里卖的盲盒 打开看看能抽到什么 它只能是选自己的身高体重 然后完全随机来发的 感觉这种抽服装的盲盒还蛮有趣的 是一件衣服 好像是一个大衬衫 有点萨耶这个领口的设计 这边的小细节做得蛮翘的 是里面藏扣子的这一种 可以感想好好搭配一下 新日份快乐 芋泥波波 这边的装修真的好有感觉 这边的装修真的好有感觉 室内大排档的赶脚 你还套户人呐 我怎么套户 多么一块 哈喽大家 我昨天有一点点的喝多了 现在眼睛和脸都超级无敌的准 约了朋友们一起出去吃个饭 那首先虽然很着急出门 还是想来给大家试试 拍一下开箱 这是我昨天晚上已经收到的包裹 我真的忍不了 再等一两天把它打开了 所以我们就简单的开个箱 看看我最近都买了些什么 然后再出门去吃饭 最近已经北京完全到秋天了 所以我已经开始了我的秋季购物 最近可能会有非常多的购物分享 先开第一件吧 第一件是个实际代购的一双靴子 我今年秋天的第一双靴子 是我带过了一双龟底的靴子 大家猜头买是哪个喜好 其实我纠结了很久 到底买哪个系列 我虽然有去SKT都试穿了一遍 我觉得788其实真的确实还蛮显腿瘦的 而且它的跟高还是蛮合适的 但是我觉得龟底就是前拉链才有感觉 我现在就是非常想要一双前拉链的龟底 所以我就先pass style 788 然后在10系列和配奥系列里面我试了一下 我现在更想要一双就很秀气的鞋 就不再是那么英伦洒气 然后就是很cool girl的感觉了 最近有点小女生呢 所以我最后就选择了这双310 好喜欢天哪 真的不愧是龟底中的白雪公主 好好看 其实我之前也做了非常多的功课 因为我毕竟要代购嘛 还是想说一下就买一个最合适的 然后我在小红书上有看很多的推荐文 都说210是最奢大众的高度 然后310可能会挑腿型 但是我就试了一下 210会刚好卡在我小腿肚底下那个高度 就有点显小腿粗 然后310对于我来说就是完全腿是笔直的 就是不能说腿多细 就是说非常非常的直 就是整个从大腿小腿 然后到脚弯都是筷子腿一样的感觉 然后我打算在里面垫一个增高垫 应该就会解决它过于跟平的问题 所以我买大了半号 然后我当时试穿的时候没有拉不上去的问题 然后也脚背我感受了一下 我当时穿的正码还有一点点富裕 所以可能我脚会比较适合穿规定 就是天生脚比较平的那一种吧 然后我打算就买大半号 然后垫一个增高垫来穿 过两天来给它搭配一下 好开心好好看 而且这双鞋的价格我看一下 我最后买下来只要了4712 我当时在SKP时穿的时候 有问了一下价格 是9000多近1万的价格 所以直接打了不止五折 实际最近也有跟京东物流在做合作 所以我从下单到他们寄给中检去过检 再寄到我收了只用了4天的时间 真的超级无敌的快 直接力省5000多块 太喜欢了 福利来了朋友们 上周我发了一条规定的购买 分享小红书反馈很好 也被实际大家看到了 于是在我们的一通沟通之下 为大家争取来了1500元的新年优惠口令 可以在叠加使用一个优惠码 免税免运费只减1550 亲自的同学快截图收藏去下单吧 这种优惠里头真的不会再有了 时效只有五天哦 真的超级的划算 去逛一逛 逛逛不亏 好下一个我得赶紧出门了 再开一个衣服吧 这个应该是我买的西装短裤 看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 同一个款买了两个颜色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西装短裤 是中长裤的这个裤长 然后是同款我就直接买了两个颜色 希望会合适吧 到时候给大家试穿一下 其实秋天还是可以搭配这样的短裤的 它就是你直接配一个大的西装外套啊 做一个oversize 就是下衣失踪的感觉 就还是比较英伦一点的 毕竟年纪大了 天天穿超短裤也不太好 对吧 最后一个呢是我就是回购的咖啡 是这个 我最近就是在家比较多了嘛 所以就也不想天天叫咖啡外卖 然后我家的那个 胶囊咖啡机年纪比较大了 现在家用咖啡主要就是几大类型 一个是冷脆型 比如说粉末冷脆型 液体冷脆型 还有比较传统的就是咖啡粉去冲 或者就是咖啡机 当然你也可以用咖啡豆去抹啊 就比较高阶一点的了 所以这几种感觉试起来 我觉得用咖啡机的话 它门槛就比较高的 因为首先你要先选到一款比较好的咖啡机 你才能去搭配合适的咖啡豆 但是咖啡机其实好的还是蛮贵的嘛 所以我最近比较喜欢用一些 就是还是一冲就可以有的 咖啡粉也好 或者咖啡浓缩液也好 这样比较能保重品质 不会因为咖啡机或者是其他东西受影响 所以我这次又回购了这个鲜脆的咖啡 我三吨半和鲜脆都有喝过 回购过几次 三吨半给我的感觉它就是 我早上起来从冰箱里抄一瓶 就是小毫升的矿泉水 直接把三吨半怼进去摇一摇 就是一杯可以on the way的冰美式了 但是它味道是比较淡一点的 就是那种你可以当早上清醒的那种 咖啡水来喝的感觉它比较淡 有的时候你想坐下来配一个蛋糕啊 或者是下午茶的时候 好好喝一杯比较香浓的咖啡 我觉得鲜脆会浓很多 我70和85的都有在回购 85对于我来说话 其实我喝都蛮苦的 我已经咖啡的深度爱好者了 看它这样一盒是这么多 然后每一个打开就是这样的感觉 它冲进去确实是有咖啡油脂的 我之前用伊犁的咖啡机冲出来也是那种感觉 但是像三吨半什么的 因为是冷脆嘛 直接兑冷水确实是不会有咖啡油脂 70的话就是比较冲冰美也很好喝 但85建议大家就是冲一杯热美食 或者做成奶它会比较合适一点 或者如果你比较狠的话 你直接喝expresso也是可以的 那个烘焙的味道真的非常非常的香 对所以推荐大家去试一下 好那这就是我今天早上的开箱了 我要干净出门了 今天约了一家我非常喜欢的餐厅 已经是我这个月第二次去了 然后下午还约了南罗附近的一家 很有中式气息 很有北京胡同饭的开飞厅 一起逛逛吧 走了 今天中午过来吃个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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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绿色的这个乌克列就是海铁道 我还没吃过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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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晚喝大了 正好来清清酒 好Q啊 这个口感好深 给他们烧热的食物了 好感动啊 我还没吃过 今天这两个是我们的最后一道热盘 先起床有些食物 至少是这样的那道冷盘的铺垫 还有觉得热盘的鲜肥 谁写 然后我们呢 也是跟这个街铁在上面搭 可以用吉他旁锡 然后然后听起来是有个男人 最后可以再写一个寄语 乖乖你要先写那儿干嘛呢 没的可写 玩硬章 好 今天是曼杰朋友 作为一个外地人 带着北京本地人来逛永恒公 不好 就没了 不知道永恒公怎么走 吃完饭过来溜溜弯 正好雨也停了 好好啊 什么心情 不要傻笑 你是你坚持来拜佛的 稍微就是温晚一点 好吧 吃上宝来拜佛 你礼貌吗 这边穿的跟这个整个的大纪然不一样 融文一体 大家来找茬 在万里丛中找到万杰同学 嗨 嗨 我今天真是冬上去一日游啊 今天又来到了哪里呢 今天我们来到了美丽的南河古乡 我刚吃完午饭 然后溜了个弯笑了个神 来陪她继续喝下午茶 一米等于两只肥猫在你我之间的距离 一米等于两只肥猫在你我之间的距离 这阳光还蛮好的 我也是 我看的 你看 我看了 我看了 deuts 我听到你 你 我想 我看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